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而且肖医师肥胖真的比较容易引发各式各样的慢性疾病 是 慢性疾病其实刚刚侯医师讲 我们十大指引就有八种跟肥胖相关 像我以我个人来说我专门研究的脂肪肝 那个脂肪肝就是跟肥胖相关 但是除了这些慢性病之外更严重的是 肥胖会跟13种癌症有关 13种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像以我们肠胃科来讲的话 我们不管是食道癌 胃癌 大肠癌 或者肝癌 胆癌 胰脏癌都跟它有关 所以13种里面就6种是我们肠胃科管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每天在看门诊的时候 就会很紧张 像刚刚跟王医师在讨论 他讲说最近美国患肝的比例 他主要都是脂肪肝所造成的 以前是BC肝 现在还有喝酒 可是这些东西慢慢变成次药的 最主要是脂肪肝 我们在门诊也看到很多病人 莫名其妙得到肝癌 原来是脂肪肝造成的 所以肥胖所造成的问题确实很严重 那我要提一下是最近有一个病人 这个女生才32岁 那她来一次为了要减重 她身高大概165公分 80公斤 BMI大概在29点多 那我们每一个减重的病人 我们都去问她 你为什么要来减肥 这个女生就 这个表情看起来就有点忧伤 她最后才淡淡的讲 因为妇产科医师叫我来的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去年刚开完子宫体癌 因为她得到子宫癌 整个子宫拿掉 她才32岁 她的意思是说 她这辈子没有办法再自己怀孕 可是她说那这样 那你为什么要来减呢 妇科医师说 因为假如不减的话 有可能还会得到卵巢癌跟乳癌 因为还有离癌的风险 所以说她只好乖乖来减重 在减重的时候 那个动机很重要 所以因为她怕离癌 所以她就乖乖减 那最后呢 大概八个礼拜减掉10公斤 还不错 可是BMI现在到25.7 还是有风险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发生了 才要来说要处理 我们能够先把体重控制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我平常我自己 我今天刻意穿了一条裤子 这条裤子是 我在R2的时候 住院医师第二年 大概民国81年 距离现在是21年前 那时候穿的裤子 我跟你讲厉害 我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假设你愿意每天量体重 你就有可能把体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就是说你每天早上什么时候量 早上一起床 小便完就站上去量 那量完以后 那个体重叫身体的净重 那你每天就用那个体重来约束自己 看到比昨天胖一点 先想想昨天做了什么荒唐式的 刚好把它改一改 所以每天都有一次可以检讨自己 所以除了每天量体重以外 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 就是75210 虽然不容易做到 可是努力 一天一定要睡7个小时 天天五蔬果尽量 而且不要弄错 是三蔬二果 因为水果热量还是高 那使用3C的时间尽量少 然后下班以后两个小时 说实在不太容易做到 还是容易努力做 那运动一小时 那我建议是大家是 在看YouTube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 起来动一动 跳一跳就有一小时了 然后饮料一定要喝零卡的 温柔而坚持住 黑咖啡 白开水 茶 我想都可以 这样就可以把体重控制好 那这个 萧医师也要分享 最近这一阵子 包含了168的断食都很夯 那请问一下 这个断食对人体会有哪些影响 断食说在最近真的非常热门 所有YouTube网路打开 都是这些讯息 那证据很多的医学杂志 也发现说 短期的断食 确实是对人体有很大的帮忙 包括抗老化 但是只有优点吗 事实上也不是 还是有一些缺点 因为有一些人 他因为断食的关系 例如说最流行的168 只吃8小时 16小时不吃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会 你假如有两个问题 你千万不要吃 第一个你胃不太好 第二个你有胆结实的风险 建议你不要做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大概45岁的妈妈 她来就肚子痛 她肚子痛 她说每次就是空腹的时候痛 吃完也怪怪的 那我们帮她做胃镜 做完其实只是胃发炎 那我就问她 你最近有特别什么事吗 她说没有啊 她说以前有没有这样痛过 没有 可是最近这两个月 她开始做168断食 她就是早上起来就不吃 一直要到中午12点来吃 可是在空腹的时间 她就胃脂脂很不舒服 那等到中午吃的时候 吃完她就不舒服了 结果她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还减了大概两三公斤 可是开始胃不舒服 你想想看 她就不会再继续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她比之前还胖了两公斤 所以事实上 一个减肥方法 你假如没有办法一辈子做的话 那我建议你不要做 对 所以我觉得体重的管理 是要可以长期的控管 而且长期才会稳定 没有错 很多人很激烈的手法 突然一个月内爆瘦 然后隔两个月又爆肥 事实上是不OK的 没有错 所以你在做这个方法 开始之前 你要想清楚 我有没有办法一辈子做 假设没有办法一辈子做 等到你恢复的时候 那你当然就胖回来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事实上 我这二三十年在研究肥胖 我自己发觉说 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5C减重 所谓5C是五个改变 五个改变 这五个改变里面 它还分层次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减重都说 我要代餐 要药物 要手术 这是非常外围的 当然更中间一点 比它核心是说 我们在饮食运动 生活习惯改变 可是我更核心 还有两件事情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态度要对 所以态度要对 事实上是知识 就是你要真正了解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像我们龙师傅可以做得到 安琪老师可以做得到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那是因为 有很多很多的成功案例 给大家说 对 你只要照着这个方法做 你一定做得到 你在脑子里告诉自己 对我一定做得到 然后知识对了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说 你每天早上就要量体重 我知道我每天早上量体重 对我真的有帮助 而且你确实去做 那就会有用 那第二个呢 那个关系也很重要 他说他减重跟关系什么关系 其实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你要找到 你减重的拉拉队 谁是你的拉拉队 是你愿意跟他分享一切的人 而你减了两公斤 他会替你高兴这样的人 可能是你的亲密的家人 也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分享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 我们有一次呢 帮计程车司机 职业驾驶做减重 我们就在他的右边后侧 然后乘客上车的地方 挂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说减重中 请勿未时 OK 那想想看 开始那些司机朋友 跟我们分享说 太好了 有那张牌子之后呢 每一个上车的顾客 跟我们分享 减重了一些点点滴滴 那事实上这样就也督促 他自己体重控制 所以如何找到队友 非常重要 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两件事情 态度要对 知道自己一定做得到 第二个 你一定要找到拉拉队 这样你整体来说 长期而言减重才会成功